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话都这么利索了 还要学 你伤还没好 我帮你 怎么样 高热退了吗 高热是退了 只是不知道何时才能醒过来 云和 你怎么了 我觉得心里好痛 好像有千万只虫子钻入 感受得我根本喘不过气了 我就说过 感情不是什么好东西 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她的余味恢复吗 对不起啊 云和 我查遍了很多书 实在是没有找到办法 而且当初 顺德仙记要断她尾巴 除了想要惩罚她 让她与大海失去联系 也是因为她的一句喜欢吧 喜欢那漂亮的鱼尾 做成的灵光群 贤妓口中一句情飘飘的喜欢 好生尖贵 甚至可以颠倒是非 你要干吗 她既能修炼出教主 定是教人族万里挑衣的天选之子 便是断了尾 族人也不会轻易放弃她 我要去找其他人 我要让长衣回家 林灿岚现在对你看管严密 我们现在连万花谷都出不去 还怎么去东海 她变成现在这般模样 都是我欠她的 我欠她的 我总要还 你放手 洛洛 洛洛 你真觉得欠我的 要怎么还 我说了算 你最想要的 不是回家吗 如果真的回不去了 也没关系 心安之处 就是家 你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不 吗 你家 你家 就去小宫 你呢 我就是 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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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 还疼吗 疼 约和 对不起 逼我的是林昊清 断尾的是我自己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因为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如若不是因为我的话 林昊清也不会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 当初我被送来玩 从此以后 林昊清仿佛就死在了 那个林蛇谷 他被救出来之后 就好像被毒蛇附身一样 昊清哥哥也不复存在 我一直觉得我做了 正确的选择 因为从那以后林苍蓝 再也没有为难过林昊清 可是长颜 当初我的选择却害了你 害你失去余味的人 其实是我 别想这么多了 摸一摸就不疼啊 想哭就哭吧 在我面前不需要伪装 我爱你 忍不变 加油 祝福 去 你 让我 让我 让你 放下 只能 来 谷主 启云和怎样了 这一次硬扛了三日 几乎冰封 竟也不肯服输 不过 服下药之后 很快便恢复了七八分 启云和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不准再这么摔我 我只想帮你而已 你把我屁股都摔疼了 露露 长衣断尾 灵力耗损过多 现在很虚弱 我想把它留在我这尽阳 对外就说 我要教它一些 面对先机的礼仪 你把咱们的灵石 全部拿出来 跟长老们说说起 守卫那边也行个方便 挪个地儿看守 你把咱们的灵石 那好吧 但是 就怕他们怕事 不肯配合 那就要问他们 如若教人有什么闪失 顺德先机万择下来 他们是否担得起 对了 灵石还是留下一部分了 还得给长衣 换一些滋补的灵药 好吧 不对 我们的灵石就这么点 一部分给长老 一部分给他 那我们自己的呢 云和 不要 你要看我们的仙岛 变成泡影吗 现在是借角 这些的时候吗 几云和你变了 我跟你说 其实重要的 从来都不是仙岛 而是一起踏上岛的人 从前有你 现在也得烧上他了 无论第三轮生死胜负 我一定会带他离开